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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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算见着你了 我当了你儿子三年的班主任了 没记错的话 这是咱俩第一回见面吧 老师啊 你就知足吧 我儿子一年才见我两回 那咱们闲话少说啊 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吗 不到啊 找我来干嘛 还干啥 来 你看看 你儿作业啊 这么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答错了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群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群 这也太简单了 你说就这么简单 这孩子咋就没答上来呢 答多少呢 视频前的你 如果有男性方面的健康问题 现在就加王医生微信 106-44865 让王医生告诉你男性持久的秘密 不慎壮阳 增强夫妻性生活 让女人尖叫 提高男人战斗力 二十八天彻底告别软男快男 记住王医生微信是 106-44865 五十吨水泥我能给你盖出十五个水群 不是 毛毛巾我能给你盖十几个 但质量不保障啊 张大宝家长你是干啥的啊 包工头啊 你可一边去吧你 行了啊 我直接跟你说了吧 上次期末考试啊 你儿子不及格啊 我说开家长会 你家一个人都没来啊 我不忙嘛 没及格打多少分啊 五十九分 多少分 五十九 八 八 你们大多次出去了 考试考了五十九分 咱老张姐赌坟冒青烟哪 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五十 张大宝家长 站起来 干什么呢你 老师啊 你是有所不知啊 我爸和我爷 他俩加一块盹啊 也就能考二十分 我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也就三十啊 我儿子考五十九 这不是状元吗 这不吗 朱倩 老师我电话响了 我接个电话 喂 这 媳妇啊 你怎么还打麻将呢你啊 咱家出大事了 你儿子考试考了五十九分啊 你别哭啊 你哭什么玩意你 你不要家 你也不看看谁儿子 你别哭啊 那个 这么点啊 今天晚上赶紧杀两头猪 把咱家亲戚捧我啥全都给我救了 你看没有 再给我买两挂五万小的鞭炮 全给我放的 老师现在也被咱家的孩子鼠 你感到激动了 行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我我我我我我看看老师 老师啊 我这人吧特别实的 你这么的 你就说你想要金匾还是想要锦旗 我想让你儿子多写个水渠 张大宝家长 我就想送你四个字 虎妇无权子啊 不可理愈 哎呦我的天呢 我怎么能抬上你这样的家长啊 抬上我这样的家长 你就偷着乐吧 哎呦我的妈太上火了 妈上火我给你拿着金冠家多宝 多宝多宝 行了你 行了张大宝家长 我冷静冷静 咱们都冷静冷静啊 九位是万老师妈 我请啊 人来的不少啊 哎你们先喝着 我给孩子开个家长会 去去就来 哎我问一下吧 你们俩谁是万老师 他是 我我我我是 请问您是 我是谁 简单点和你说 何然是我儿子 我是何然他爹 我和我爹那年去逛街 认识的我是一位 第二年生的何然 所以说何然是我爹 我是不是 我是何然他爹 你俩干啥呀 爹我绕里都迷糊了 虾长你别迷糊 我听明白了 何然的父亲是吧 差不多吧 是这样的 今天叫您过来呢 主要是何然这孩子学习上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把您找过来啊跟你说一下他的问题 我这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都别说话 啊 一二百一 哎 算坤哪 妈呀还算坤哪 还好难呢 哎妈呀 我不跟你说处理干净吗 腿卸了血放了 等我回去处理吧 万老师 你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了 你说他家孩子有问题 你是干啥的 胖乎乎的 长得和个小卤猪似的 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说的 是万老师说的 是万老师说的吗 好像 是我说的 就你说的 你把嘴给我逼上 说说万老师 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 小学三年级 数学应用题 什么题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万老师 能盖多少个水渠 咱能不能先放一边 我就想问问你 凭啥让我儿子给你盖水渠 你是干啥的呀 啊 我儿子才多大呀 还没有他长得胖乎呢 小小误会了不是给我盖水渠 给你盖水渠啊 我自个儿能盖 资格能盖就自己盖 我跟你说 我儿子谁也不能给谁盖 我还要让他长大 继承我的衣补呢 大哥 冒昧的问一句 刚才你说又歇腿又放血 你是干啥的呀 杀猪的 你给我上一遍子 你这个脚让你吓着 大区都没敢揣 我杀猪挨你啥事了 看不上你 既然把你主角给扒的 你厉害的 你又能耐把他拱开 我不是算你能耐 哎呀 何然的父亲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下孩子的问题 何然这孩子性格孤僻 不与人交流 我是想告诉你多花点时间陪他 是报公室吗 是 说说你们这些缘故啊 平时工作态度一定要端正 还有那几个项目经理都把工作给我抓上去 别人总啥事都让我这个老板操心 先不说了 等晚上回去了 连夜开开会 哎呦 我这天哪 我没看错吧 请问您是 他你都不认识 本地最大开发商 楼全他开的 不光是楼 我朱娟都是他累的 你们两个认识我啊 你咋当然认识 太认识了 万老师是吧 你好你好 请问您是 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江小壮的父亲 江先生您好 我这样啊 一会儿我还有一个土地收购的项目要谈 只能给你五分钟 说吧 什么事 行 那咱们长话短说哈 江小壮那个孩子 问题太大了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 您还不知道吧 江小壮 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就请全班同学出去玩 那花钱大手大脚 我特别浪费 请全班同学出去玩 就是啊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你说可不是嘛 这事怎么能不带老师呢 对呀还没带我 不是什么呀 他不是没带我 他不是带不带我的事啊 你不能这么笑语孩子 你想说什么我明白 这孩子小的时候啊 一定让他懂得勤俭签约 对 不能铺账浪费 对了 王老师 你就放心吧 这事啊 我向你保证 啊 我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 以后 我一月就给他两万块钱吧 你这 你这 江先生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 哎呀万老师啊 你不了解我的情况 我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是不是 但是孩子要啥 我全都满足的 不是 前年哪 我儿子还看电影 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影院 去年呢 他说爱看书 我给他整了个书店 这两天天他说他要洗澡 你给他买个洗浴中心呢 我给他买个洗澡机 回家让他妈搓去 江先生你这么教育孩子方式是不对的 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说 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啊 知识能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哎呀 可下说到盛点上了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王老师啊 今天来的匆忙 就带了这么点知识 别爱知识 你把钱收回去 请你尊重我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看了 他也得是人民教师啊 有监控 你说有什么监控啊 有监控啊 王老师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 我就先走了 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 好 我已经